川乡小妹儿喜提爱车,再次引来争议,被各种吐槽,到底怎么回事? 各位朋友大家好!相信长期关注川乡小妹儿的朋友都知道,小妹儿最近的日常分享的视频里可以看出,小妹儿越来越精神了,整个人气质十足。 都说越来越漂亮了,甚至连好事接二连三的发生,网友纷纷送祝福,这是好事啊! 相信看过小妹儿最近视频的都知道,最近小妹儿业务特别繁忙,自从旅游回来之后,小妹儿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得相当不错。 首先是通过瑜伽使自己越来越瘦了,气质这块也提升不少,都说女人的衣柜里永远不嫌衣服多,还真如此。 最近小妹儿增添了不少风格的衣服,就连二娃也为小妹儿特意定做了代夫。 不得不说,小妹儿最近确实越来越漂亮了。 就在昨天小妹儿公开提车视频,引来大家纷纷议论,都知道,小妹儿前几天才公布老家在建别墅的事情,这又公布喜提爱车之事。 让大家各种议论,说小妹儿真好横,在老家建个带电梯的别墅,少则七位数以上,多得不敢想象。 大家纷纷议论小妹儿太有钱了,现在又发视频宣布买车之事,再次引来网友各种猜疑。 大家为小妹儿大概拱过了一下这笔开支费用,房子加车子怎么也要二百万以上。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,这个是一辈子都挣不到的数目,可对于小妹儿却是区区小事一桩。 可见小妹儿跟二娃确实能干,都说人红是非多。 对于小妹儿最近建房跟买车的事情各种吐槽,有人直言,都是自媒体成就了小妹儿的今天,也有人说。 小妹儿过于声张了,建个新房,买个新车都要拿来宣布,甚至有人说。 这都是二娃的功劳等等,关于这事,小妹儿也告诉了大家,房子是两人在年前就早已决定好的事情。 所以今年开年就动工了。 车子是因为二娃经常外出,两人同时用一辆车不太方便,经商量所以打算再买一辆新车用来代步。 从这两件事情来看,小妹儿跟二娃对这个小家庭还是蛮有规划的。 不得不说两人确实很优秀,所以还是祝福他们吧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?欢迎留言评论区,我们下期见拜拜。